各位觀眾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也有很多人來了 有23個人 嘩 挺好的 開始了 讓你先說 因為我其實說了兩天 這個某單角 最新的情況是怎麼樣? 好像20多人 至少20人確診 應該還會有增加的 你覺得他態度是不是有點變呢? 官方好像不想要熔斷機制 有人提起熔斷機制 是不是? 又有通行證 按照計 全部有才能進去 現在都不用填紙仔 按照計 很穩定的 但現在照樣爆 遲一爆就20個 那20個人都應該全部是打了針的人 是理論上 是的 一針而已 現在 一針 月尾三針 直升上三針 月尾升上兩針 六月升上三針 不是 現在是兩針 現在兩針 現在兩針 月尾已經提前了 提前了 已經要三針了 因為原來會有兩三百萬人 入不了酒家 立刻這樣搞 那就是不見了一半生意 立刻又用 恐怕會有調整 但在調整之前 現在就展示給你看 基本上是完全防不了疫的 整件事 你評論了沒有? 你還沒有 讓你發揮一下 是的 我也是 因為昨天說起其他事情 昨天是說李家超所說的 重申市民依法 擁有言論核心文自由 昨天也有同時有五十多人 五十人左右看我的直播 很感謝各位支持 我認得 很多位留言的觀眾 昨天也有來聽 以後也會留言 今晚也會繼續 這樣呢 核心的關鍵 我想這件事其實是打破了所謂的群組暴疫 其實都很久沒有類似的群組暴疫 在政府關閉了所有的設施之下 以及在各種嚴厲的確認措施之下 但這次是從啟追蹤以來最大的爆發 看回這件事其實 關鍵就是 因為這件事是發生在食市裡 而食市第一批要實行疫苗通行證 也就是 我在標題上已經寫明了 它本質上是一個方便追蹤的實名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仍然會有爆疫 我們從一個實質的角度來看 所以的確任何人 任何地方都有機會爆疫 就算人們打了針也好 因為其實打針只是減輕重症 並不是完全杜絕的病毒 而且一個人有抗體 仍然有機會傳播 只是他自己不會不舒服 仍然有機會帶菌 但這件事其實在政治上是一個關鍵 在公共衛生下可以是一個偶發事件 但在政治上就是另一回事 因為這件事涉及所謂的熔斷機制 即是要不要收緊所謂的抗疫措施 以至會不會有需要實施其他措施 或者要不要關閉 即是何柏良說了 AAAA某登監局的源頭並非員工 所以不用停業 其實停業這個問題 其實之前已經停業了很久 很多餐廳都要 看回這類措施 以至這類情況 究竟會不會影響市民對於所有抗疫政策的觀感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或者我們看回 我之前一直以來的評論都認為 香港人對於抗疫措施其實他們的了解不深 他很多時候都對於例如疫苗通行證 它本質上是一件點的一回事 即是跟大家分析過 是實名制 正如很多時候香港人 昨天說到一些其他例子都是反映著 香港人很多事情是比較傾向在表面 所以是很難知道這件事的實質 但是在一個疫苗通行證 疫苗通行證是政府差不多這一屆政府 林鄭政府的最後一項政策 這一項政策竟然到最後都是出現了一個 不是市民需要預期的效果出來 而且必定是會打擊市民對於抗疫政策的信心 現在說如果搞到月底一定要有三針 原來就是現在是有30萬長者未接種第二針 現在只有一成半 七十到八十 七十就只有三成四 八十歲以上只有一成半是打了的 而且還打科興多 他們說是保護率較低的科興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打針和防疫還有沒有關係呢? 至於你說疫苗通行證 這樣相對來說為了要防疫 但是這次很明顯了 因為去到酒家就一定要打針了 它有責任了 你相信可能還射進去吧 酒家就很明顯了 但是一定你都不進去 它也不會讓你進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都一樣爆了 那變成了就似乎是 引誘一些長者再打針的機會很低了 我覺得 就是未打的就不會打了 而這樣下來呢 只有越來越多人夠三個月 就不能進這個酒家 就是沒有三針 那六月到七月這個月就變成了 如果林鄭不肯改變這個政策呢 這個月就會沒有這個生意 回復一個月前這麼淡的情況了 那這一陣子這半個月好像有些起色呢 就又會出現這個 又會出現這個 淡市的情況 那你覺得 他這陣子最近的將來 收回這個政策的機會高不高呢 就是茶婆如果他受到壓力 或者是李家超出聲 那他會不會考慮放鬆呢 就是可能是兩針可以了 起碼進去的那些不會 突然間多了一大批是不能進去 就不肯進去 三針甚至外國人都不能進去 大多數在外面來的那些 就是那些陣進來香港的 旅遊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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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回來工作也好 一看見的情況 可能就不想再來 不想來香港 因為他們那裡已經沒有這些要求了 那他不願意 為了來香港的酒家 但是如果來香港的人 不能進去酒家 又不能進去超市 那就變成他們為生活就好 不是很容易忍受這些事情 特別是外國人在香港 他不進超市 他在哪裡買東西 不是我們這麼厲害 鑽鑽鑽鑽去小店賣東西 可以這樣解決的 或者可以自己煮食的 去那些酒家怎麼吃 怎麼辦呢 他沒得吃東西的 很多人旅遊也不來 旅遊也不來 公幹也不來 秘德也不來 其實這件事怎麼支持他呢 應該是熬不到的 所以我很樂觀就是這個意思 不打也不會等得很久 自然就要消失了 這個擾民的政策 你覺得是怎樣呢 嗯 我的看法就很簡單 因為其實 疫苗通行政最吊詭的一件事 就是原本打齊三針的要求 是6月30日 誰知道是突然改了5月31日 這件事很奇怪的 因為6月30日的閉日 即7月1日 只是新一日特首李家超上入的日期 原本呢 6月30日實行1日 突然變成實行31日 31日和1日是31倍的分別 這31日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剛才王Sir已經分析了 因為很多人其實只打了兩針 還未打了三針 我覺得這30日 其實不可以理解為一種 一種可以說是一個空窗期 這30日會發生的事 是很可能會對於李家超上入 是造成很多的問題 換言之 這30日由於它基本上是最嚴厲的疫苗通行症 而這30日竟然是林鄭月娥最後30日的任期 那究竟這件事意味著什麼呢 究竟林鄭會不會一早就知道她不能連任呢 那這些事情我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對於林鄭何時知道這個消息 或者她知道 還是有人故意告訴她 還是根本她自己認為 還是怎樣 但是不論如何 這30日 林鄭可以說是由於她已經要下任了 所以相信我估計這30日 是肯定是會照常實施苗通行政的 但是這樣 究竟因為林鄭也落任了 那李家超有一個決策 因為所有的這些政策 全部都是寫著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定立 不經任何的機構 不經任何的和中央 或者所有其他的立法會 或者其他很多的機構 所以李家超在7月1日第一樣面對的問題 就是林鄭實行了這麼多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的政策 你要留多少在這裡 還是全部繼續實施呢 那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一大個問號的 而究竟其實 現在所謂的政府究竟是 打算怎樣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正如王Sir剛才所說 因為香港旅遊業從來都是一個經濟支柱來的 那如果沒有旅遊業的話 是否真的可以處理得到整個群體 整個建制陣營裡面 包括建制陣營的兩大陣營 傳統建... 那這些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相信 由於特首其實是有法定上面的權力 而林鄭其實只剩下一個月的任期 這些權力仍然在他們手上 所以很多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真的由6月30日提早 去到5月31日 這件事是很值得去注意的 為什麼無故要提早一個月呢 一個月不多 又不是少 但是一個月 足以令到一間餐廳 或者任何的店鋪 是虧一個月有機會 導致資金鏈斷裂的 所以究竟這個行動 究竟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究竟是不是有一些特別的政治意味在呢 那我覺得都是很值得的 是的 你覺得呢 因為昨天有一段新聞 鄧家彪就寫了公信 鄧家彪是工聯會的 那他就說很擔心 月底的時候就會 有兩三百萬人入不了茶 入不了酒家 會很影響民生這樣 那竟然有一個工人 不只是要保護工人 不要讓那些沒有打針的人 進去餐廳吃東西 明顯他可以代表到一部分 或者是建制 其實都可以覺得不妥了 但是為什麼他們這麼遲 都不出聲 現在才說呢 當然現在不遲的 因為今天是11號而已 還有三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樂觀就是 查旁不肯動 不過最後突然說 行了 沒事了 因此打針成績很好 很多人已經打夠三針了 但是照現在的趨勢呢 照現在的趨勢呢 照現在的趨勢呢 現在只有四成 打到三針是四成人的 四成多而已 尤其是長者 你知道長者 一家大小一定有長者的嘛 那你到月底 突然間這個熔斷事件出現之後呢 突然間加拿 那個月呢 就直接是水淨河碑都可以的 那如果沒有更高的 就是更高的決策 那現在 你說的是 它是看守政府而已 那這些政策 兩個月前已經定下了嘛 是不是 我記得你介紹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六月底 後來你說突然間提前了 五月底就要深 提前是很奇怪的 它是改過的 似乎是 你剛才說的 它可能是 它不知道那時候知道沒有 如果你說它知道 不能連任 其實是一樣的 它不知道 不知道應該就是 阿超馬上去見 夏寶龍那天 很遲的 但是問題呢 它猜到有可能連任 或者甚至猜到機會不高 就應該很早就猜到的 雖然還沒想放棄 它猜到的了 它其實就變成盡可攻退的手 如果它 它繼續拿拳的 那它一夜就收回它 拳在它手嘛 它還是特首嘛 拳在它裡 它開會說 喂 我們取消了它 不用了 或者再退一個月 退到兩個月 總之兩針可以繼續捱下去 這樣就行 照計就是 但是呢 如果不是 它就不能連任 好像現在這樣 它就說 噢 接下來是這樣 定下就是這樣 它可以不動 不動 只有兩個情況而已 要是你家超叫它 因為你其實是要問候任特首的嘛 是吧 就是你交接的一部分 我想你早點喔 這樣 行不行呢 這樣 當然更加 正常就是要北京出聲 現在呢 你如果要改變這件事情 恐怕就要建制的人 那些民主要多些溝通一下 跟北京說 但是呢 你看到整個立法會那些 代表民間的政客呢 其實他們的反應能力很差的 就好像完全摸著摸著那樣的 有什麼就照做的 只是說什麼時候跟上面通關呢 這件事實是沒有錯的 爭取早點通關那樣實是沒有錯的 其餘的他們都不想 好像不想表態那樣 但是這件事影響民生那麼大 竟然就是沒有議員去表態私家壓力 在香港層面起碼了 是吧 那如果北京沒有空理這些陣亡 特首就是李家超又不敢理 免得干預現屆政府 那我們就真的要等到 等一個月的空倉期了 那你覺得這個機會大不大呢 不過現在還有三個禮拜 我們的評論希望起到少少影響作用 因為現在說放鬆 就是上個禮拜的事 放鬆進入第二期 但是你說這幾天究竟 假期的情況怎麼似乎都是一般 就是市面的消費這樣 你那邊你在港島區 那邊的市面情況 都是一般 嫌疑罵了這些佛誕這幾天 是的 我就之前評論過有關 其實疫苗通行證和實名制的同事實施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真正出奇的地方是邱騰華 不知道是不是邱騰華 總之是一位政府官員 說明安心出行是不會加 任何實名制的原因 因為疫苗通行證責了一種實名制 這件事 竟然我們留意到市民的反應 是繼續去食肆 沒什麼所謂 其實香港的市民在思考方面 一般而言都是比較淺層 而且追求即時性的快樂 多於一些長遠的考慮 這件事是香港本身作為一個 經濟體的講求反應快 就像鬼燒波一樣 最重要是反應快 哄得人開開心心 這件事是香港既有本身的 下層結構的一種文化 但是這不是我的重點 重點是在於 究竟市道好不好 我可以說其實這一排 其實真的很多人會去食肆吃東西 所以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他如果在這一段時間 食肆在11日到月尾 是很多人 然後卻因為三針問題 而突然降低的話 這樣又升又跌又升又跌 究竟會引來什麼效果呢 這件事是必須去從 究竟這些市民 究竟對於這些抗疫政策 是否真的 就是默許支持 一定是要去探討 但是不論如何 這種有升有跌的情況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究竟最關鍵就是 李家超上台之後 究竟會不會直接取消了疫苗通行證 因為其實取消疫苗通行證 大家可能覺得 這是不符合動態清零 但是我其實分析過很久 其實大家看到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其實在香港作為這樣地位 其實很明顯地 他說的意見一定是 某一些參考價值 這樣我們看到就算是 例如東方日報 或者我們看到疫苗通行證 其實是一種來自西方的一種政策 所以他其實在整個抗疫上面 是一個政治不正確之舉 被示威 向西方遇病毒共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李家超其實是面臨一個兩難決策 就是應否取消疫苗通行證 而如果他是去取消的話 他主要就是很有機會 當然他這樣做 是符合鄧家彪等等的意見 也都符合大部分市民可能的意見 但是他這樣做 又不符合由林鄭月娥為首 最初由政務官 就是政府系統的人的意見 所以在這些不同的 或者甚至李家超雖然他本身是警官出身 但是問題他也是由政府部門出來 其實他原本都可以理解為 他在我兩個建制陣營裡面的兩大派別裡面 他都是傾向在政府裡面 而不是親近北京法裡面 當然他很受親近北京人 北京的信任 但是這件事情他怎樣都 他出身成分上面 他都是政治中立的公務員 而不是愛國愛港的根證妙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取消還是不取消 其實都是一種兩難 假設香港有30%的人 是支持香港的建制的 這樣其實你取消還是不取消 就是得罪了其中一半人 那整件事情其實我相信是會導致了 李家超一上任 就面臨一個燙手珊瑚 那這個燙手珊瑚怎樣拆呢 那我就覺得是挺困難的 其實因為剛剛好就是代表著 兩個陣營他們最注意的東西 包括就是官員本位 官員的一種行政權力的擴張現身 以致是一種對於民生 你要給他們一些娛樂 所以整件事其實是很有趣的 我想他沒有第二招了 即刻取消了應該 他一上場會立刻取消了 因為今早何柏林還說了一件特別的事情 他說要把寬鬆期 本來有六個月的 那就將它縮為三個月 那就是說打完第二針可以有六個月 那才打第三針這樣 那為了他說要鞠多些人打針 就應該取消這個寬鬆期了 但是呢 這樣就更差 我想來想去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就是打完第二針呢 你可以六個月後才打第三針 就要打第三針了 現在就要縮為三個月 就是打完第二針三個月之後 就一定有第三針了 這樣才符合那個標準 就是肯定是收緊了 再緊一點了 但是他說這樣都只是 七成人可以可能有七成人打了針 那就是都有三四成人 是一定不會入餐廳的了 因此而不會入餐廳的了 那究竟這個這樣的現象呢 其實很現實 三個禮拜後就出現了 其實現在你想打 我想這麼短時間 能不能安排到他說有幾十萬人 幾十萬長者還沒打的 其實一天打到多少針呢 現在真的不知道 但是短期內如果每個人想打的時候 是不是不能打呢 更加不會每個人想打 這個情況其實是猜到的 是猜到的 就是大約這樣 其實大約真的會有兩百萬人 七百萬人裡面有兩百萬人 是因為這樣不能入餐廳的 你都不算是不能去超市的那些 那些就當它有其他安排到 好像我那樣 總有安排到的 找人去又可以 在街上買東西又可以 但是不能入餐廳 直接影響那個餐廳的那個生存 生存情況 基本上都不能搞的 還有這件事是深刻是愚蠢的 究竟它到時還有多久 那些疫苗還可以放多久呢 是不是繼續買呢 遲些人家可能根本不出疫苗 那又怎麼樣呢 是不是有新的疫苗出 有啊 有它一定買新的疫苗的 那些消毒員很熱心的 要大家打針的 但是問題是 那些人經歷了這麼久之後 就算將來有新的疫苗 那你不是逼你你打不打 老實實 你覺得打的意義在哪裡呢 尤其是看這個某單禁國這些情況 打了都不等於不會中和不會傳染 全部都是打了的人 打了的人 打了兩針的人 全部都是這樣 在裡面互相傳染 那你怎麼搞呢 還有什麼意義呢 打了一針 但是他們不是想這樣 就是想定下了就繼續要執行了 還有考慮呢 就是我都走了我不管了 這樣丟下了給你 這樣搞坑的經濟 或者搞到都不知道他們想怎樣 就是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你這個事情都考驗不了李家超 那你馬上就去面對的 你講定也好 或者你現在私家壓力也是正常 就是你現在表態其實就是 起到一個作用的 如果林鄭不聽你說呢 那她就負那個政治責任 而你不出聲呢 就是你兩個一起負這個政治責任 直到一日一日為止 就由你負光了 照計你到一日一日突然間取消了它 那是不是一種得證呢 會不會那些人覺得 李家超也是好事了 這樣做回好事了開心了 如果我到時我會怪他 為什麼你不做這些出聲給壓力呢 你不是還沒上任那天 就不做事的 你一直是政府一部分 之前整個政策的計劃整了 你有份的 那你現在覺得怎樣 都要表態的 是不是要避嫌避到這樣呢 這些事情都不是為香港人利益 這樣的情況 那你覺得 他們究竟的考慮是什麼呢 就是你和他們推一下 從而我們猜一下究竟 我是樂觀的 我覺得31號前是要取消的 是沒有了這個要打三針的 可能繼續兩針 但是不會要打三針的 沒有了就更好 沒有了就更加更好 你覺得機會高不高呢 取消這個 31號前取消要有人打三針這個做法 其實看回了 究竟31號前會不會取消要打三針這個做法 我的看法就和朗sir有一點點不同的 原因是因為其實現在實際上 在運作政府或者一直以來在運作政府 就算我們都一直以來都說AO問題 但是其實在運作政府 仍然都是我幫人 所以在我幫人 他們都仍在運作的時候 他們一定是傾向於做自己熟悉做的事 適合做的事的 疫苗通行政從來都是他們非常適合做的事 這件事其實是涉及很多官員本身的關係 官員做事其實很多時候是希望不想變 為什麼呢?為什麼官員通常都是保守力量 我們看到例如台灣 最保守的是軍人和公務員 其次是教師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吃政府份量的 所以他們的建制性是非常建制的 而這一種建制性究竟是怎樣建制 當然是建制當時國民黨建立的黨國機器 所以同樣地香港的官員都是建制的 所以所有事情只要它在這樣的法定程序下降落下來 那它怎麼都會運行 除非有東西去加強去停止它 情況就好像我們在一個沒有波刷力的一個桌面 滾一個波的話 其實我的桌子是無限長的 會一度一度滾下去的 除非你去壓平它 那這件事或者是太空船 你在一個真空的環境下 你一推一推它它就會不斷不斷地動 因為這個其實它是有移動的 我移動其實不需要有力量的 只要是你最速給它最力 所以其實這個政策 除非是有外力去要求它停 但是如果是真的外力要求它停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如果是外力是大到要求它停 那相信再下一步就是對於所謂的政府裏面 將會是大規模進行改組的了 如果是停得到的話 如果停不了的話 那就代表著 仍然是所謂的建制陣營下的軍勢 所以整件事我覺得我會這樣去了解或者這樣理解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了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就是一些建制派的KOL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其實就是一大堆這樣的 我也不舉例了 因為大家一搜尋就有了 其實他們都經常在說 AO黨要結束 這樣轉子下去 但是問題其實 這件事情是一個我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他們只是慢慢削弱而已 但是問題是結束是不可能的 正如在台灣這個民主進步黨的政府 政府基本上到現在都仍然是怎樣去處理軍工教問題 其實仍然是有很大的困難 當時所謂取消這個18%年金的問題 更加引起大批的退伍軍人反對 什麼叫18%年金呢? 就是了 因為台灣的軍人其實的薪金不高 所以他們退休之後 可以在銀行裡有1年18厘的存款 計算一條數是會導致台灣的銀行 有機會出現很大的周轉問題 所以這個政策是被民主進步黨政府取消的 這其實是正常的 但是當然引起他們的反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由於他這隊公務員 他是真的建立了香港原有的體制 或者他運作了香港體制非常之久 所以他在真正的執政黨之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政策會怎樣去在6月到10日 亦都可以看得到公務員系統 和親北京系統的慈笑肥掌的 大致上我會這樣看 留言似乎都是我們的擁護者 都是不喜歡打的多 不贊成打的 我這邊就比較老人家 你那邊平日留言 你覺得是怎樣 都是喜歡覺得好的 還是都是很不高興 不認為應該打呢 為什麼我們那個對民情的掌握 好像跟政府是不同的 跟專家是不同的 我會用一件事叫做Critical Mask 什麼叫Critical Mask去引用呢 就是一個社會裡面 其實真真正正能夠說到事 或者會成立到一個中央集團 就是一個政府 它的關鍵並不是廣泛市民支持 它的關鍵是個別市民的熱烈支持 所以在一個民主選舉 投票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政府 它未必是有能力號召整個管轄區 這件事呢 或者反之一個不是普選出來的政府 但是它一樣是有機會去進行到有效統治 這一種我覺得當然有很多人都覺得是比較難以接受 這件事 但是問題其實我會認為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由 政務官實則不許統治 實則統治 而市民不許其統治 意思就是 它掌握了可能 它只掌握了十幾%的人的熱烈支持 再加上 親北京派的信任供給 信任供給的意思 但是它未必在政府裡測試 是有主要的參與 但是它是有個支持給了它 就是在一個國會體制下 其實就是這樣的 就是在一個西文字體制下就是這樣 就是你本身你的政府 你普選出來 那香港不是啦 但是大致上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政務官一直以來 可能它的實質民意支持 可能是 例如投票 可能有15%的人投了政務官 看到15%的人投民建聯 然後其餘那些投了給其他人 假設是一個普選來的 但是 那個關鍵是 政務官最能夠集中到它的管治 它有整個系統 它有整個執政基礎 民政局 或者食環收回市政局 然後我們看到其他的 例如房屋處 房屋處主公房屋 交通運輸處 你看到每一個部門的首章 他們全部都有一定的執政能力 所以 變相就成為了一個AO系統 AO黨 當然 我們看到有時候 一些親北京人士 是可以成為這些局長 但是 大家都留意到了 永遠都是屬於少數 你不會十五局裡面 現在十三局 十三局裡面 都不知道有沒有三個民建聯人士 都沒有 其實這件事情很奇怪 因為親北京派理論上是執政者 但是為什麼竟然都是仍然是政務官為主 所以整件事我覺得 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的話 大家就會明白了 大部分 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如果真的去投票 去贊成 贊成 還是反對疫苗通行證 或者谷針等等 基本上都是會反對的 但是政務官系統的支持者會支持 而這個支持也是他整個執政團隊的核心 可以理解為他核心裡面的外圍 他們這個圈子下 所以他們做一次 如果他們做一次民調 會回應他們的 很可能只是他們圈子裡面的人 所以可能是高層公務員 中層公務員 基層公務員 我們全部支持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分析的話 大家就可以大致上理解到 香港政府是怎樣去執政 這個想法當然只是一個模型 它不會準確 因為所有的模型 其實所有的模型都是錯 但是有些模型有助我們去了解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我大致上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不知道大家 各位觀眾又有什麼看法 那觀眾留言 問題是打錯針都中招 那些專家已經沒有說服力 用安心出來就很煩 已經群體面力了 先搞好經濟 簡單單剛剛好 最後留言 就搞不好看醫生吃藥 就好了 我想一般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這些專家說得這麼複雜 我們說得這麼多 很多人反而這些 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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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就是一句清楚 一句就說中了一般人的感覺 有病就看醫生吃藥 先搞好經濟 給大家看看 打不打針都照中 那打來幹什麼 這個很好 是的 疫苗本質上就是打完針都有機會中 其實純粹是減輕重症 所以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說很多的市民 尤其是一些對打針比較不太清楚 是可能以為真的打完就不會做 但是實質上 這種期間落差會不會 是的 定義上其實都不是疫苗 根本就防不了疫苗 怎麼能夠叫疫苗 其實有很多名字 等於有一件事叫牛舌餅 可能你以為是一塊牛舌 然後做吃餅 但是其實它叫牛舌餅 是因為它的形狀像牛舌 這些情況 例如或者很多的東西都是一樣 有很多的送菜都是螞蟻上樹 你以為真的拿螞蟻來做嗎 好了 今晚你說什麼 等你宣傳一下 今天有很多人 今天有152位觀眾 正在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現在有152人 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鐘仔 今晚會再跟大家談一談 有關這次的一件 元朗卯丹國金國事件 就會看一看 究竟今次的這件事件 會如何引發 之後有關 建制陣營裡的這兩大陣營 即是政務官公務員系統陣營 以及親北京派的新一輪角力 大家記得訂閱 如果訂閱了的話 記得按鈴鐺 因為YouTube很少會提示人 我是在做直播的 今晚9點就會在這裡做直播 發出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看 9點不見不散 好 今天再見了 多謝各位觀眾 今天熱烈支持148人 非常感謝各位支持 今晚9點再見 拜拜